由好生女孩為媽媽洗腳 標示對媽媽最大的敬意和感謝 這是由我們新高中 每年環境無情在最重要的意識 現場不像媽媽是頭一次參加 特別感動 有的媽媽每年都來 又是感動到老百姓 因為每年都有參加 為什麼會讓你每年都有參加 嗯 覺得蠻有意義的啊 因為這樣子小朋友他才有一種感恩的心啊 我不要來 我的媳婦來 我孫子告訴你 阿嬤你來我給你洗腳 我拉耶 所以不難過了嗎 不難了 我們在教會裡面 就是洗腳裡是一種對方的尊敬 跟他在無私的奉獻 那麼我們用這種方式就是讓孩子知道說 媽媽曾經在我小時候 這樣子的無私的奉獻 包括洗澡洗腳什麼的一切的過程 那今天呢我長大之後 用這種方式就是像無私的奉獻 我們一樣共同跟媽媽分享 學長也特別精神 每一位長期的媽媽回禮 就讓他們母親節快樂 謝謝媽媽 謝謝小長 謝謝小長 小長 謝謝喔 謝謝 那因為我們學校是小學校 那尤其是因為禮拜六 還有鄉下的媽媽還要上班 但是我們今天來了四十幾位 也算很不錯 然後學校也順便送他一個小 那個母親節的蛋糕 因為這種活動真的 孩子懷孕蠻好的 是由本身高中每年 母親的身體 學校已經是好好傳統 也照到外面讓學生有機會 說出對北部的感謝 讓家庭和上分享 夠有方式 小孩子可以感到五十幾 你就不要讓他刺激 我要祝各位家長 還有辛苦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你們辛苦了 本身高中全校屬性 特別用油麵的歌聲 為幸福的今天溫暖 重新本身學生這份母親節的禮物 讓每一位長期外長的媽媽 流行男母的回憶 繼續跟我們分享一步